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葳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有人在一些投资群组说 我们最近是不是换麦克风了 因为他终于比较听得出来Sky跟小镇的声音 我们没有换 没有换 你的体力病好了 恭喜你 还帮了 终于可以换一个扩大器 听一点好听的音乐 我上礼拜很像讲过了 不过这礼拜还是要再来讲一次 Netflix的体能之巅 大推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看FV对给我的都是一些女性的 省省灯 省省灯是蛮正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我觉得蛮好看的好不好 真的是推荐大家 如果你有在参与各种运动 你看这个应该都会非常的热血沸腾 我自己这样觉得 就看了以后你都会觉得说 天啊我要更认真的运动 不会啊 因为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赚 没有 你就觉得说 哇这些人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是挑战人类的体能巅峰了 那你为什么看极限体能王的时候没有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看这个东西真的很热血 这比那个极限体能王还要热血很多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蛮丰富的 所以我们赶快进入到主题 我们今天会讲两个东西 一个我们讲餐饮业 然后再来讲一下半导体 那半导体这边最近巴菲特的13F出来了吗 我卖了台几件 这个也蛮有趣的啦 好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主题吧 第一个主题是餐饮业 餐饮业最近它又涨价了 最近鸡蛋啊鸡肉猪肉的价格 它都上涨到了2022年的高点 那像八方云集啊 胡须章啊 顶瓜瓜 米克夏 它们全部都有涨价 八方云集在2月13号宣布 它锅铁还有水饺平均价格涨了5% 那主要还是在反映这个原物料成本 包含说鸡蛋涨幅有30% 沙拉油啊条理油也都涨了11% 所以从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啊 食品股其实都有在涨价 那大概也都涨了可能6% 7%左右 这一次涨价跟2021年第四季的涨价 有哪里不一样吗 说真的不一样吗 好像也没有 没有就涨价 对啊 但主軸还是原物料涨了 对啊 那一定是原物料的这个压力太大 但我觉得有点 就是它们这种涨法 有一个意思是说 就是有点落后补涨的概念就对了 落后补涨吗 对 因为其实你像那个 最近大家在讨论店家又要涨了 其实你说店家跟它们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店家一涨起来 影响也会蛮大的 因为它每天都要开店做生意嘛 所以你其实有很多东西是 它其实是一个缓步上涨 当然这个中间是政府有调控嘛 包含机架或是什么肥料的价格啊 这些的 因为自从去年的乌鹅战争 打起来之后 其实几乎所有东西都涨了嘛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累积啊 累积起来的时候 哇 两次调涨啦 那调涨的话 这就把过去整个累积的压力都释放出来 这样子啊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 嗯 那之前啊 我们在讲餐饮业涨价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餐饮业的价格 它有这个将固性嘛 就是我涨价以后 因为现在原物料上涨了涨价 好 涨了以后其实之后的原物料价格掉下来 例如说如果在蔚来啊 鸡蛋啊 猪肉啊 它的价格下跌 八方云集 他们是不会涨价的 他们的价格就是涨价后的价格了 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导致它毛利率有进一步的上升 就是这样想的话可能是 可是如果我们去想说 诶那上一次涨价 就是在2021年第四季的时候 当年有涨价嘛 所以你看它的2021的第四季 哦毛利率这几间公司都还不错 王品啊 汉莱啊 瓦城都还不错 诶可是也没有高于过去太多 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我调涨价格啦 然后之后的确我的原物料价格有掉下来一点 可是为什么毛利率并没有高于过去呢 其实就告诉你们 那他们调涨其实就要回到他该赚的钱啦 正常的毛利率嘛 他其实不是超涨啦 应该说我们用一般的思维来想啦 你就觉得涨价应该要赚多一点嘛 对啊 对啊 那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啦 就是说我电数不变啊 然后我们出的课的 人工啊 人工不变啊 出餐的数量不变的状况之下 他其实调这么多 这些毛利率回到过去的水准 那你就知道他这些人还算有良心啦 对啊 那所以他的调涨就是告诉你 哦 好像真的成本涨很多的耶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调涨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说 我的这个鸡蛋涨30% 那我就全部涨30% 然后未来如果鸡蛋掉下来一点 跟过去只涨了10% 那我就有多赚很多 其实看下也没有 所以现在就没有跌啊 所以就跌不多啦 对啊 所以那个东间要 你要反应还要一段时间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表示至少他们这几次的调涨 就是你说他们有调足吗 就至少让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过去 正常获利的水平啦 这应该在那个86期应该有提过嘛 对不对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食品业 大家都觉得这种餐饮 或是食品业啦 其实主要是食品业这些 如果你的竞争力维持的话 其实他算是蛮抗通膨的啦 因为他会一直调 对对对 他调整能力还蛮强的 有吗 大概也都是一两年调一次吧 两年三年调一次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闻 特别喜欢拿胡须账当拔 没有抖内是不是 因为讲其他的 大家没听过嘛 对不对 胡须账也才100多家而已啊 不过你要讲卤肉饭 有比胡须账更有名的吗 没有啦 讲金峰吗 金峰长家装 金峰好吃啦 金峰只有一家而已 我觉得金峰唯一赢胡须账的一点 就是金峰快比较晚 没有卖一些奇怪的东西 胡须账没有卖啊 肉羹不错 肉羹不错 肉羹很多都有卖啦 我觉得金峰的肉羹不错啊 我以为你会讲什么 脑水汤之类的啊 你知道公司附近开了一家 扇鱼意面 我觉得蛮好吃的 在一通街那边 好远 我跟中午都去吃好不好 这个南京复兴 或者松江南京附近的人 欢迎去吃一家 新的扇鱼意面 Google map找不到 他应该没有涨价吧 150还算便宜吧 还可以接受 在台北的扇鱼意面 只要150算便宜啊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猪肉或鸡蛋的价格 其实当然啊 就涨上去以后 从21年底 其实价格一直都还算蛮高的 不过最近呢 又回到了高点 上一波高点 大概是在 2022年的年初到年终 就是刚打仗那个时候 对 2到6月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嘛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 全球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 可是它比较是 分配上面的问题 就是交通运输上面的问题 导致有部分的地区 出现了粮食不足的状况 那这是张家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减 其实你说肉类这种东西 在第四季涨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吗 第四季其实很多那个 为什么第四季涨很正常 天气冷啊 你是不是要喝一点鸡汤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你说第四季价格会涨 就是因为大家在喝鸡汤进补这样子 对啊 天气冷会吃比较多啊 会消耗比较多蛋白质啊 这个是真的啦 会吃羊肉炉啊 酱母鸭啊 所以羊肉 鸭肉都要涨价这样子吗 鸭肉本来的攻击就很稀缺好不好 鸭跟鹅本来就稀缺好不好 但我是说大宗了啦 鸡跟猪啦 如果极端一点啦 就是猪也是怕冷的 好吗 鸡也是怕冷的 气候极端一点 它蛮容易死掉啊 这也是一个啦 对 那反正overall来看 就是说过去的季节性是长这样嘛 那最近看起来这一次 我自己觉得啦 比较偏向季节性的这个涨价 就是因为本来基期就还不低 再加上季节性的需求又来了 所以会让我们这一次涨价 又涨到一个之前这种 比方说粮食危机的状况 对而且它其实有个重点是说 因为像猪肉长很多嘛 但我们之前有提过 你猪要长大需要时间嘛 对 那你像小麦玉米喷爆的时候是 2022年可能3月 对对对 一年到了 小猪终于长大了 是不是会有点贵 它成本真的是 就是比较贵嘛 对啊 所以这一段时间还是 高价的玉米养的猪嘛 从猪 一只猪如果我们开始说 现在我们猪肉不够了 然后我们要开始 多养几只猪 多生几只猪 到我们真的可以 在市场上面卖猪肉 这过程大概要多久啊 应该要一年吧 当然看你养多肥啦 你要养神猪那也是黎菌子嘛 我说一般来说你可能是像猪仔 小猪仔 我们一般吃的猪肉不是猪仔吧 猪仔吗 不是啦 从小猪仔开始养啦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说可是 你要养猪 你也要有猪仔 你也要生出来啊 因为它那个产业练分很细嘛 有人是专做种猪的啦 种猪就生小猪 小猪就拿去卖掉啦 那我们现在专只是养猪户嘛 还有买小猪仔 它总会弄那堆种猪在家里嘛 嗯 画面很不堪 对啊 那所以它就买很多小猪仔嘛 然后小猪仔就把它养大 就拿去卖掉啊 那一般大概 我大概就做完一年嘛 就刚好是一年 真的是一个 就是经过战争的这个 让这个通膨高涨嘛 所以这原物料 其实是三月开始涨了 虽然后面有回落 但你不能否认它 这一批就是高价的猪啦 因为它吃了高价的玉米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推测啦 嗯 对啊 那加上季节性嘛 那这个是可能的原因啊 这算是我们个人推测 因为其实不只是 只有台湾的猪价在涨嘛 全球的猪价都在涨 真的 对啊 欧洲也在涨啊 对啊 美国跟加拿大可能掉了比较多 但欧洲跟巴西 其实都还是在相对高档 在盘旋 欧洲甚至还是在高档 前高附近哦 嗯 我在看新闻啊 很像过去一头猪 就从培育到最后宰杀 可能是一年 那现在 这种饲料进步啊 什么营养均衡等等 可能半年就有机会达到 那个体重了 因为他们应该是 哎 你够肥了 猪也是天才啊 人怕出品 猪怕肥 真的真的 你长太快 你就是早点被宰来吃这样子 大家有学到一个知识 半年 半年就可以吃了 快的话 对 那鸡蛋呢 鸡蛋涨30%也是解决性因素吗 我觉得鸡蛋就是供给的问题啊 上次不是说什么单机不够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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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鸡蛋比较难供应 因为鸡蛋的周期很短 对 所以你其实你比较难抓 它那个供需啊 有时候只是那个供应链跟不上来 可能某几只机又怎么样了 对不对 天气有点冷 他们心情不好什么的 就会比较少啦 是升比较少嘛 但里面唯一一个 我觉得2021年第四季 跟2022年第四季不一样原因 就是有很多人说运输成本 对 对 今年是很低的 低到爆 因为海运已经跌回来了 对 就是从这个历史最高价 也跌回了我们熟悉的价格 对 所以他跟你说运输成本大增 听一听就好了 只有这个是听一听的 就是这两次其实比较大差异的话 可能就真的跌下来 很非常多的就是运输成本 对啊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那他等于是一个负向因素吧 就是至少可以让你的这些东西 不要涨那么多啦 但还是涨30% 鸡蛋啦 其他东西就是涨10%嘛 应该说这些餐饮业啦 或者说这些面对消费者 他们其实 你可以知道他们一家人很强啦 但他至少没有涨太糟过啦 至少过往几次的 你从他的毛利率来看嘛 他就是让他赚回正常的利润啦 所以也不要太生气啦 他赚他该赚的钱啦 好 所以他们这次涨价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预期啦 这些公司 如果他们过去的毛利率 开始你觉得下滑 他应该就是可以 把他拉回到过去历史水准 因为他们的这个涨价 大部分就是在反映他们 想要赚的利润 他们还是会维持住这个利润 可是你说 这个涨价会不会让他 高于历史的毛利率 可能不太会 就以这个季度来看 这时候短期不会啦 以这个季度来看啦 对 以近几个季度来看啦 对对对 他们如果想要去加毛利率 就是不会是透过 像这种一次性的涨价来去增加的啦 可能是透过比方说 他们的生产更有效率啊 或者是怎么样 那他会反映在其他的部分 至少短期啦 我觉得短期是这样子啦 你说长期什么玉米叠 假设玉米 明年的价格 整年都低于今年20% 那就不敢讲啦 对 但是这次会是比较长期的因素啦 对对 那如果你要说到 明年的玉米价格 这个应该是没人知道 我也希望我知道 那我们就直接做玉米就好了 明天就去空爆 对对对 让玉米死啊 不过讲到这个鸡蛋 我知道什么事情 我知道的是 鼎王茶艺带我吃的 比较好吃啊 跟所长比的 我觉得鼎王比较好吃喔 哦 我没有吃过鼎王的啦 对 所长的我是蛮想吃的啦 鼎王大鱼所长 好 对 吃 买起来 哈哈哈 这个没有收 有收钱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希望 看是鼎王还是全家都会给我 还好没收钱 因为我这也要讲了 鼎王嘛 加点 会是康宝口味 哈哈哈 我没关系 我不在意这什么 你 我已经对人体是没有太大伤害的 阿不就是按计算 新的证据已经出来了 哦 就是胃经对人体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伤害 MSG free 这个 对 反正那些 什么二代 什么什么监鱼 什么风味调味料啊 嗯 或是什么三代 什么 什么调味料啊 嗯 看就是胃经 讲那么多 哈哈哈 那也是吗 那全部都是 哦 它就是MSG 长不一样样子 OK 就是MSG 哈哈哈 简单来说 如果真的很在意的 你真的就只能吃清淡啦 你用其他的方法来去 想要替代这个风味 我看起来都逃不掉啦 哈哈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来哦 台积电吧 就是扑克下贷去年第三季 买进台积电的ADR 6000万股 然后 现在过了一季以后 砍了86% 很多人在讲这个 然后很多新闻在讲这个 很多KOL也在讲这个 所以脚本就出现了这个 但其实我不知道要聊什么 就是我觉得 巴菲特说他长期投资 他不是每档都长期投资嘛 然后因为一个独特的case来去 讲说他怎么样 也是很怪啦 对 那这个决策到底是他做的 还是他底下的人做的 其实 老实说啦 以他买的这个部位来说 一定是有经过他同意的 因为这个部位其实并不小 是 所以他买的这个部位 绝对有经过巴菲特同意 但是一开始提出来的人是谁 其实不一定 像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们买 应该是买Bush吧 对 一开始也是 他底下的经理人买 然后后来巴菲特自己加码 因为他一开始买 不是要做那个并购啦 对 巴菲特在做那个并购吧 你看他过去那个 投资源者那个书 他里面写 他很喜欢做这个嘛 对对 这巴菲特早期起家的绝招 只是后来 因为他钱太多了 没办法做啦 台湾都没有玩这个 没错没错 没有这个 这种玩法可以玩啦 对 台湾没有人可以玩 而且台湾投资人 也不太在意 很多人学巴菲特 都在学 很晚期的巴菲特 然后我觉得都看错重点了 这个 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来聊啦 但是我真的认为 市场上99%的人 对巴菲特的解读 都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对巴菲特的认识 都是有问题的 这算是历史工业吧 就不知道谁弄的啦 把他弄成这样子 对对 对啊 你有长期研究 可以看看他的那个 神秘的操作方式 不过 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吧 你要不要猜一下 巴菲特为什么卖台湾电 他不就涨很多 哈哈哈哈 其实很像是 他就涨了两层啦 你为什么不卖 没错 我跟你讲就是 巴菲特有很多东西 他长期不卖 那个原因是因为 他已经持有太久 然后那个报酬率太高 他如果现在卖的话 他要付的税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以台积电来说 他可能涨着20%卖了以后 他可能认为这个税 他是可以接受 比方说你现在要巴菲特 就卖可可乐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就看他的成本多少 然后他现在价格多少 如果他卖的话 这个付出外的税 可能就是他获利的一大块了啦 所以他不太会去卖这些公司 但是你说台积电 也许他自己认为说 这样一记他的税 他可以接受等等 跟他的报酬率相比 对啊 但就是我看到有人在提啦 就是说他可能 觉得会有地缘政治的风险嘛 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考量啦 但这个风险一直都在 对 这个风险一直都在 去年可能是比较加剧啦 但就是那个时间 其实第三季应该也是 有考量到这个吧 就你要说 我现在才注意到 说哇 其实台湾有地缘政治风险 然后你说 三个月前没有注意到 这也很怪啊 对啊 但我不确定 是不是主要原因啦 但反正这是 这是我们自己在猜嘛 对不对 不过也要考量到一个 查理梦格跟中国很好 有没有可能 他有些消息 如果巴菲特 真的是用地缘政治卖的 那就危险了 真的耶 他好像蛮 深套阿里巴巴 对啊 就是 其实巴菲特本人 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偏好 但查理梦格 很明显 他是跟中国蛮近的嘛 对啦 这是我们议测 他的这个 比较不是偏 就是他营运的问题啦 说实在 你怎么真的 真的买卖股票 你让他买一季然后涨60% 你这年外报则率蛮惊人的 对啊 很值得卖 而且巴菲特有没有过 就是我买一档股票 然后一季以后卖掉 如果大家真的去看 波克夏的每一季 他们的持股变化 其实并不少见 台积电也不是第一家 只是台积电可能是大家 比较认识的一家 20年那个认错就蛮迅速的 买那个航空公司 对啊 一两季就认错了 对对对 是不是赚钱 但航空公司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理解 因为那时候的确 整体来说出现很大的变化嘛 对因为那时候 很像是买了 没多久就疫情了吧 对 对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时候卖 因为哇 整个时空环境都不一样 但你看这一季跟上一季 时空环境 这半导体业 有很不一样吗 我是觉得还好啦 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股价涨很多 所以这个不一致 就是我们觉得 对啦 就是涨很多 真的有点多 不错 卖一些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那个 猜测嘛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 185集有提过 就过年前那一个啦 过了一个月 就是你说半导体事故 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我想是没有的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如果说有的话 也是往好的方向有 所以可能就是对于展望 变好了一点 然后股价涨了非常多 这个应该就是 在过去三个月 唯一的差别 因为这如果是过完年之后 科技也有什么 很大的事件的话 没有耶 就除了AI以外啊 可是你要 因为大家很封AI 然后就是下单 然后把台积电灌满 的机会 好像没有那么大 不太可能 我们在上一集 我们聊过了嘛 就是以目前来说 这种TreatGPT 或者是我们讲的AI绘图 对于台积电的帮助 还是蛮小的啦 目前来说还算小啦 但你说长远来说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嘛 三五年后 哇 所有的搜寻都会有 那个 不只搜寻啦 我觉得这种搜寻也不够 这一定是要各行各业 都非常普遍的在裁 搜寻可能是一个 大家现在有在用 入门口吧 对对对 因为讲到这个 你有去申请吗 我有申请 他一直没有给我啊 其他人都有啊 我都没有 我也有哦 只有你没有 我就打算要帮台电 抽一下营收 你知道这个超酷的 因为你有看到 微软的demo吗 微软后来有个demo的影片 就是你去那个GAP 它的财报 它就是一个PDF了 那个网页就是PDF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一次 他们这个GAP的重点是什么 他就帮你整理 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说 那你帮我跟 Lululemon比较 他的财务数据 并且帮我划成表格 然后他真的就会划成表格 当时我看到这个demo 我觉得干超帅的 就是天哪 你竟然可以 竟然可以做图 比我Excel 对啊 他自己帮你做出一个Excel来 然后帮你做同业的 那个数据的表格 哇太酷了吧 然后我今天 我就是早上开会嘛 然后我们就要分享说 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的东西 我就要分享这个 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 他不是先叫这个AI 去整理这一篇季报的重点吗 对不对 里面有两题整理错了 那个数字写错了 我就跟你讲没有在发表会上 所以股票不会跌嘛 然后真的有人 就是很多人在写那个文章 就说 这个微软在demo的时候 AI出错了 就是他们发表会上面 因为你就是一个PDF 然后他列出来五个材料的重点 不会有人真的知道说 诶你这边数字不对哦 没有人真的记得嘛 所以反而是结束以后 大家认真的去看他的这个材料 才发现说 诶里面有数字是错的 我就蛮好笑的 那所以你有去放空吗 没有啊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啊 就是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 看看说怎么去采用 目前来看还是很需要很多的人工 在最后做教稿或比对嘛 但是整个生产流程都可以快很多 这个我们在上一集都有讲过 然后其实我也跟我们 就是其他的团队层面也有说 你看现在 AI在做投资这边 他也很有这些用处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办法 真的很实际的帮助到很多投资人 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问 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或者是他不知道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 对投资来说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说 这些AI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产生这些内容 那以财报狗的角度 就是我们要来帮大家问更好的问题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 那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应该会需要经过哪些面向来做判断 这就是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至少以我来说 我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规划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我们了解每个人 在做投资的时候 你们需要哪一些元素才可以判断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快速 直接给你这些元素 总归还说 这个好像是讲半导体 所以我们来讲半导体 拉何来讲半导体 我跟你讲 今天出现超级多文章 在讲说 哇巴菲特为什么卖 我跟你讲 你去看那些文章跟你问AI 说巴菲特为什么卖台积电 那拿出来答案 整确性差不多啦 我觉得还是背后 你说那个半导体的起落 会比较重要 没错 所以我们来讲半导体起落 最近出现了这个传说 三星很像要降价 抢成熟自成的订单 这件事情其实蛮厉害的 因为传言说三星要降一成左右 而且它目前 就已经比其他竞争对手低了 它又要再降价 抢成熟自成的订单 这个就看起来很可怕啦 就表示说它才能用力很低嘛 没错 我觉得三星这件工很有趣喔 它就还要降价去抢单 那之前不是有新闻吗 它的那个三星自己的手机 是用高通的高阶的啦 它其实用这个东西 会有导致两件事嘛 你自己的那个处理器 用量会变少嘛 你自己的精神代工 投片量也会变少 对 所以我一直想说 嗯 到底在搞我们飞机 对啊 所以跟这个 有一点关系又不是那么绝对的相关啦 因为它那个是先进自成嘛 对对对 它这个是乘重自成 那乘重自成降价通常都是说 我们看到这些驱动IC价格不好嘛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 电源管理IC现在价格也不加 大家都去库存嘛 对 所以说可能 最近这一季的吧 说可能大家有释出一些好消息 但是那也是在下半年 对对对 就是说下半年会变好 所以我现在要先 这个持音保抖 我先把东西卖掉嘛 我先把现在库存的东西卖掉嘛 我在卖库存的同时 我当然不会继续下单嘛 所以乘重自成 当然目前的状况应该是相对不好的嘛 对所以这也是造成说大家要积极的去抢单 那连电视界或是世界先进 或是三星这种成熟自成 其实它很重点来说是驾动率啦 所以其实它如果降10% 它的那个坦能力用力 可以填一个10% 20% 其实会对它的获利会更有帮助就对了 因为它只能就是放在那里啊 对啊 所以它如果空着 其实对大家来说是很伤的啦 所以它其实降价去抢 我觉得很合理 对那 你说它什么时候要回来 就是我们一直在关注半导体的这个upcycle 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开启嘛 对啊 目前看起来大家都估得很好 但不决定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就对了 嗯 了解 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成熟自成 算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块 尤其啊 在二线厂 哦 这个二线厂 你就想三星已经比别人便宜 它是三星哦 三星在晶圆代工 它的这个市占是第二大 最大台积电嘛 第二大就是三星哦 三星已经比别人便宜了 现在我再降加一层 哇 那其他的二线厂到底要怎么竞争 就是更便宜 就准备特殊自成啦 对啊 或是说你光照本来就是下在这里啊 这种的 你说这种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没有办法拍出 你说Apple to Apple的话 你一定会选择 优质的厂商 当然 就是如果未来有新的订单 你可以想象啦 就是有新的订单 我觉得三星强盗的机会会高很多很多 那台积电以外的厂 他们在未来的成熟自成这一块的成长动能 可能大家都要小心了 反正现在 因为这个成熟自成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好有提过嘛 对那个2%奈米以下 非常的担心 2%奈米以上 之前很担心 因为中国过很多嘛 但是过了 过了一段时间就是 中国被禁了 所以都对了担心了 没有啊可能是 现在可能担心55以上的之类的 对现在担心55以上的 对所以因为它是写成熟自成 我不知道它多成熟 成熟到哪里 对对对没错 而且你要讲28 其实28对于 像对于利器电来说 就非常不要限制 好像也没有很成熟 对对对 可是它还算年轻 对对对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说 哪有没有笼统啦 我们可能会需要去研究一下 说所谓的成熟自成降价 你到底是讲28 还是45 还是55以上 还是120几 这边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那你就是不同的制程 它所影响到的厂商 影响力其实差很多很多 对因为这边其实很detail 因为比如说你连电的28以下 占多少 那那个什么世界先进 那可能多数8寸厂 8寸的 它的这一些部分的影响 会是多少 对对对 这就是变得很专业的领域啦 对所以其实对人家 厂商影响的 就是这个影响的效果不一就对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消息 就是说 看起来成熟自成的需求 还没有起来的很多 所以这些才有降价 想试战嘛 因为成熟自成的产品 这个是这个价格啦 风性是比较大的啦 对所以也看得出来 这个产业目前还在 趋库准的阶段 对对对 这只能 就是我可能释放出来 这个消息 明确的消息啊 对啊明确还蛮明确的 对对对对对 好 那最后啊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 听众投资大在问 我们有一个上集 下集我们一直找不到 时间出来录 大家时间一直瞧不拢 所以我可能就每一集 我们就来问个一两题 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来问第一题 Tony Su 他问说 财报格有没有在关注 美国大麻产业银行法的法案 这应该也是一阵子 因为这些题目搜集 都是一阵子之前的事情 Sky有看吗 我说真的 我没有在看大麻产业银行法啦 因为那个离我们有点远 我们比较少直接看 美股有台湾没有的 就是我们关注 其实是以产业为主 我们没有关注的产业 只有美国 然后台湾没有的 对 所以比方说像采矿 就是单纯的矿业 或者是我们讲石油 单纯在做什么油气服务的这种 这种我们比较不太会关注 那我们会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会关注的是 如果美国有这个产业 然后在这个产业链上面 有蛮多的台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半导体 其实你半导体有很多 刚刚我们才在跟 我们一些产业顾问聊 台湾有蛮多的封测厂嘛 对 就是做封测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看车用 或者是工业用相关的一些半导体 其实不管是设计还是制造 都还是在欧美 那你今天想要了解这个产业 我们就会需要去看美股的部分 所以我们如果在看美股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啦 就是跟台湾的产业 就是有串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会去研究 可是像大马 这不好意思 因为他就是太独立了 他这个其实很吃地区性 而且又是法案 我觉得法案这种东西 就是很Localize的东西 譬如说你各国的这种什么软体 譬如说我们刚刚有跟朋友聊到人质的东西嘛 那你台湾老机房跟美国的劳动法律 一定不一样嘛 对啊 所以你这个就要有在地化的问题 很难赢当地人啦 这是我对这种法律的这种 很适合在地的这种产业 你其实外国人比较不容易去理解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当然也有可能在美国生活 很久或生活一阵子 你对这边有了解 那就是不在此线嘛 但我们台湾老师比较少看这种 就是只有美国当地有的特殊的这种行业吧 如果我们之后有问到专门在投资美股的人 我倒帮你问一下 最近可能会找Frank 我帮你问一下 下一个是嘉义张先生 他说20大习近平登基大典 这个是有办法从产业面来分析需求的影响吗 那地缘政治是不是我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会考虑的因素 这个有两题 第一个是20大习近平登基 这个有办法从产业面来分析需求的影响吗 20大比较局限啦 那我这样讲 就不要管登基好了 我们就讲 他每年 就他每五年都会有个 就19大 18大 对对对 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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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这个什么 一些特殊的会议啊 OPEC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中国就是一个计划发展的一个国家 所以 其实他们的这个计划 会不会影响到产业 绝对会 绝对会喔 他那个什么18大 19大那些 他那个每五年那个计划是一定会的 没错 但开会本身是一个催化机 很有趣喔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过去一个历史 就是中国每次要开会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那个地方要蓝天再现 看到天空 对 那就告诉你什么 产能利用率下降 大幅下降 对 你也觉得说 好像很不好 没有 如果你有生产那个东西 恭喜你 短期大家买不到 他会找你买喔 所以有几年就是那个霧霾 大家会看北京有没有霧霾 北京有霧霾了 大家现在北京要开会了 赶快来买这个 北京附近有工厂的这个相关的 就是会受到影响的产业啦 光开会就可以投资了 跟奥运拿士族都会有点像 对啊 因为有两年就是因为这样子化学原物料 喷爆啦 对对对 对啊 就是因为它规定 那附近发放几百里的 就是你要降窄 嗯 就是每天只能开半天 水泥厂 钢铁厂 对你就不准开 对对对 我看到你就不准开 等我开完会你再准开 对对对对 对啊 前面就涨爆了 很有趣欸 但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现实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些计划 这个五年发展计划里面 我们会去看什么东西 会去看啊 主要关注在哪些产业吧 因为它就真的会放钱啊 然后全部避开 大家也不会啦 政府进来 中国进来 全部避开 没有 它有很多都是那个啊 内需的啊 譬如说他们说 哇我们今年又要盖 多少的房子啊 房子是比较 general的讲法啦 那就是 他可能会说 有做多少的铁路啊 嗯 就像他有一年 就是说我要盖爆高铁嘛 就有相应的 这种铁道公司 就会上涨嘛 那个时候还是中国南北车 对 他后来合并了 就是 他会有一些产业军 你去看 那像是过去 也有一次是那个 去产人嘛 嗯 那他就有写在那里面 他就说我钢铁 是要去到多少 然后水泥就去到多少 对 那次其实就有 那次其实很猛哦 对 那钢铁去两次 然后水泥可能是一次 最近几次啦 最近几年来看的话 水泥去的那次去很多耶 你看台泥从二三十块 涨到五六十块嘛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对啊 只是说 他可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计划 所以你要去看细部 你要去拆解说 哦 他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那他如果告诉你要这样做 那他什么时候要这样做 就这个就进入到 产业的细节了嘛 对 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 追踪跟分析 而且其实 在看的时候 到底在看哪一个环节 也都不一样 比方说 你刚刚提的一个是 假设他要盖铁路好了 好 那可能会需要大量的 这个铁矿的相关的原料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设备 好 那这个东西 他可能是受惠的 但是如果要加上是说 像过去也有一次 刚开始要发展 所谓的半导体 或者是像触控萤幕 这样的东西 哇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单纯的扎钱补助 那相关台场 其实就会非常非常惨 因为别人 虽然成本比较高 但他可以卖的 比你还要便宜 因为他赚的钱 是政府的补助的钱 中国都会很常 这种商业模式 就是 我虽然成本比别人高 但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赚到 政府补助的钱 那我补助个 三年五年 我到时候成本 就是全球最低 所以 中国其实很常这个样子 那就要想办法去避开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当你过去补助了很多 然后有很多 没有用的产能 像 我们现在就有看到很多 之前很像在 哪一集也都有提到 就是 有当时 在想要做半导体 然后建出来的这个厂 现在完全不能用 拿来养鸡这样 对啊 所以真的就是 中绩点 中绩点 对 然后像刚刚可能 还有什么 多余的钢铁或者水泥 它们要退厂 它其实非常非常明确 你这个说 我要开始诊病 或者是 我要开始把一些 比较落后的厂商 把它淘汰掉 这个对整体产业来说 绝对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怎么看 哪个环节 其实都有差 对啊 因为我们事后都讲屁话 但是实际上 那个观察是要很久的 没错没错 对这个也是 因为观察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你五年计划 它们都五年计划 出来以后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不管是你 可能有跟政府打交道 或者是 在学校都一样嘛 就是做做表面 所以 达标就好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说 它们可能说 它们要补助某个产业 那五年内 它们可能就达标 反正我 诶 剪彩设备进来 就好了 产能不一定出来 或者是不一定怎么样 这个五年计划 我这次看 可能 看某个产业 下一次五年计划 虽然没有它 但可能上一个 五年计划的东西 它还在持续 它还在延续 它在发酵 这东西其实 我是觉得 我们不一定会 马上去看 那个五年计划 里面列出来的东西 因为 你现在回去看 上一次可能 就算隔个一两年 它可能也都还没有发酵 或者才刚开始发酵 所以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 然后 只要看到中国政府 有这个计划政治 相关的产业 可能 都会要关注一下 对 分析的时候也是 因为 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 没有 这就是计划经济 对 非常非常特别的方法 只是说计划经济跟 他们不再跟你讲 成本利润的 反正全世界都这样 有的时候 他硬要弄 就是这样 其实台湾很多也是 台湾也是 这没有办法分什么 我那天看到 就是我是台亚土木 我们的一个教授 也蛮有名 就是李鸿源 然后我那天才看到 就是李鸿源 上朱学恒的 我在那个短影片 里面看到 上朱学恒 我们听错吧 因为毕竟李鸿源老师 他算是 他算是偏国民党那边 所以他上朱学恒的节目 然后他就在批评 他就在说 他才刚从越南回来 然后他在越南那边 也去看他们的风力发电 然后他也有很多 就是在做风电的朋友 他们说台湾很夸张 就台湾盖个风机 是越南的三倍 就越南可以盖三支 台湾只能盖一支 就当然你知道 因为他上朱学恒的节目 所以他的立场 一定是说政府在浪费钱 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 因为政府也有他们的考量 他们真的也想要去培育 就是在地的厂商嘛 那他们也要想办法去扶植 这个东西 其实跟中国的计划基金 没两样 那你说美国那边 他们想要做基础建设 他们想要干嘛 或者是他们半导体辅助 他们也是在培植 或者是在扶植 他们在地厂商 所以其实各国都是啦 只是这个范围的多寡而已 就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件事啦 对对对 那反正这种研究 也是让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啦 对对对 所以你说会不会看 当然会看啦 没错这个 我们一定会去看产业 你说分析需求的影响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需求啦 大部分是在分析供给的影响 对 就看那个 他的政策或法令是怎么变的 对对对 重点是变化 那刚刚这个是讲产业面 那还有一个哦 就是地缘政治 会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考虑的因素吗 绝对是的啊 这个我就要看耶 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 指的是哪一块 那你又说操作啦 或者是你应该说研究 或者是你指的是哪一块的话 对 中美贸易战不就是了 对没错中美贸易战就是 然后半导体禁令就是啊 半导体禁令 还有像现在很多国家可能要去中化 对不对 很多产品 供应链啊 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过嘛 很多车用电子 他们在汽车厂商会要求说 我的供应链要去中化 或是美国有个叫什么 捷径网路计划 对对对 这是网通的 看其实这几年很多啦 拜我们川普大大上台 搞了一个 那是川普啦 川普出来开始在厌恶中国 然后出了很多法条或者是方向 说他们要去对抗中国等等 不要让中国起来 其实川普那时候提了很多 但执行都是拜登执行 没有 这个贡献的话 这个美国人比较清楚啦 但你说他看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们两个是 政策是有延续的 对他们政策的确是延续的 这件事情影响是蛮大的 没错 因为你这个方 这个生产基地啊 或者是这个 你的这些元件啊 就是空运的大洗牌啊 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变成 这个电子产业的世界 好像分不开了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中国 对 不是中国 没有错 就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 中国和中国以外的朋友们 对对对 所以假设就真的切得很开 那就是两套餐的嘛 没错没错 那厂商就有趣了 厂商就说 靠我原本在中国生产 诶 糟糕了 我原本从中国出美国 要咻诶 美国人不跟我买 那我是不是要赶快 移到别的地方去 对 其实像这个地园政策 影响很深远 我移到别的地方去 好 我现在选马来西亚或越南 对 但是你一过去 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 对不对 那你一过去以后 那边就会变繁荣诶 真的 这个就是又更深一层的嘛 对不对 对 那你又更深一层 就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包含我们前几天 跟某公司访谈 那跟我们讲这个新加坡 对 对 金品最贵 但你说这个东西 跟这个地园政策 有没有关系 绝对就是有关系 就很多香港人 跑去新加坡那边 对啊 你就是金融中心的转移啊 对啊 你本来就是香港做 变得金融 好胖胖 现在就 可怜 然后 换去新加坡做 卡国旗 对啊 但是这是事实啊 这些政策的转移 或者是说这些 你说 地园政策的关系 你真的会驱动 这个产业变化 甚至会吹出 当地的消费 对 整个国家的进步啊 对啊 但如果今天在讲说 单纯讲台湾的 地园政策风险 提会提 可是不太会影响到操作吧 至少在 截至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啦 我是说 你想要放在操作里面 那你就没办法操作啊 就是不买台股嘛 对啊 就是买美股 对 那截至目前的话 我觉得就算买美股 也不太会是因为 地园政策的影响啦 就真的是 我们可能看好美股的 某几档股票 涨幅会比较高 所以去投资美股 比较不是因为说 想要去分散 这个地园政治风险等等的 对啊 在目前为止是这样啦 好 没问题 那这集啊 就先到这边 喜欢听众啊 记得按下订阅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给我们五星好评 如果想要给我们支持 或者想要给我们建议的啊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看是要在 Apple Podcast留言 或者是YouTube留言都可以 有业务合作需求的朋友 请参考资讯栏的 业务合作信箱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